大家好,我是RXR 这个视频再和大家分享一下RA模拟器 最近又有了一些进阶的经验和各位分享一下 首先这个视频先来一个RA界面的背景 现在默认是一张图片 进入第二项,设置 在里面找到用户界面 用户界面里面第二个叫菜单 菜单往下找 它有两项,一个是菜单颜色主题 还有一个是菜单渲染器管线 我们进入渲染器管线,默认是关 我们改成彩条效果 这就有点类似于PS3,PS4的那种感觉 这是一个效果 然后我们再换一个颜色 菜单颜色主题 现在是苹果绿 我们给来一个铁蓝色 这就有点像那个PS4的感觉了 我们再换一个效果 渲染器管线 我们来一个雪花效果 这个不错 这个效果考验的是显卡GPU GPU大概占用10%左右 再换一个 再换一个 这个视频咱就换这个玩了 下视频再分享一下 我又找了一个国外玩家 比较喜欢用的一个CRT渲染器 管线 雪花效果 我们先来一个 这个 这是下这样的雪花 再换 咱们多看看 彩条 简易雪花效果 这个雪花 感觉对显卡的占用率要低一些 看占用率也差不多 雪的密度要小一些 简易彩条效果 再换一个颜色 苹果绿 来个传统红 这是清晨蓝吗 火山红 这个红感觉还行 红红火火 下点雪 这个视频就想和各位分享一下这个知识点 好了 我们下次见 拜拜